哈喽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来我们找个位置坐一下好不好 坐前面过来 我想大家很高兴 我很期待 每一个星期日 我都很期待来教会 特别我们新的一个地方 我想我们今天花个时间 我们来一起祷告 特别我想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围着我们的疫情来祷告 我想每一个人谈话 这个topic都离不开 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 特别围着我们自己先来祷告 我们自己要警醒 去哪里我们都要做个好公民 要守住我们的SOP 特别学校也许多的这个case 也围着我们学校 然后学生工作场所 特别教会 我们每天站一起 每一个教会 在马来西亚的每一个教会 也不要让这个疫情 成为我们的一个问题 成为课题 我们一起来开生 来祷告 是的阿爸佛主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早晨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围着我们现在这个疫情 来祷告 主特别你保守着我们 先围着我们自己来 来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自己要守住这个SOP 帮助我们每一个 特别是每家书班堂的弟兄姐妹们 主他们的家 你保守 让我们不背 谢谢 让我们的生活 主 是有规律 我们是持守住我们的SOP 帮助我们的 特别围着马来西亚的许多学校 现在疫情也开始爆发的 主啊 你怜悯 你在当中 你来帮助这些学生 让特别学生 他们在上课 自己帮助 保守 谢谢 特别围着许多的教会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机会 你自己来保守 帮助 让每一个来教 你自己在当中 你帮助 特别 在当中不成为一个课题 让许多基督徒是一个 我们能够有个好行为 我们知道如何的保守 能够爱自己 谢谢主 我们也特别围着今天 像我们要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围着我们今天 主我们要来敬拜你 保守着我们每个福祉的弟兄姐妹 不管在演唱的 招待的 不管做tree end的 我们的讲员 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翻译人 主 你都保守了 让这一切都荣耀你的力 让这一切 主 来敬拜你的 不管在线上的 来到实体当中的 主你都保守着我们 让我们专益 心 来仰望 保守着我们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你在当中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的赞美 是蒙主你所喜悦 保守着我们 谢谢主 向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生命祈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唱第一首诗歌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们今天喜乐吗 以前的我常以自己 能喜乐为力量的标准 但我现在知道 神喜乐了我才有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盼望 虽然橄榄树的效力 也许葡萄树不解锋 我愿迎接我的身怀 心怀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救恩是我盼望 虽然橄榄树的效力 也许葡萄树不解锋 我愿迎接我的身怀 心怀乐 我要赞美 无论的是或不的是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天定于你 每天赞美 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光顾 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救恩是我盼望 你的救恩是我盼望 虽然橄榄树的效力 也许葡萄树不解锋 我愿迎接我的身怀 心快乐 我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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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的是或不的是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天定于你 每天赞美 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光顾 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 无论的是或不的是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天定于你 每天赞美 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光顾 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光顾 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自由赞美 自由赞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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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爱、包容、忍耐、节制、和平、谦卑、荣和等等 这么多美好的品质 我们必凭着信心领取他丰盛的意识 你永远保守你所爱的 你忽必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从与你力捧弃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 你放生的应许 世界也不敢脱去 神美好的指引 我凭着信心领取 你暗点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临续成就 荣耀全都会与你 你仰恋放手 你说爱的 你忽必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终于你力捧弃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脱去 神美好的指引 神美好的指引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只是一高过我临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脱去 神美好的指引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圣耀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灭亡 叫一切信他的无知灭亡 犯得永生 可见这样大有能力的主 尽一再次怜悯给我们 让我们一唱这首诗歌来赞美他 祝你作歌 终造一种万物 通过一切所有 当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你手不曾晕上天才 打造永恒国度 但这双手却感性为我 能收着固定伤骨头 你同一生盼望 神节光照圈地 让你选一转失灭 一转失灭 每次我机会会转向你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说想 这样大有能力的主 请和我在手掌心上 你的爱如此深切 为我无意道德 但愿当恐惑我的生命 学习你潜费的安事 回忆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尝试宇宙万物 通关一切所有 但却关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你手不成天上云彩 打造永恒不獨 但这双手却感性为我 守着固定伤骨头 你共一生盼望 神节光照圈地 但却一转失灭 一转失灭 就机会会转向你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说想 这样大有能力的主 请和我在手掌心上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道德 我知我无意道德 但愿当恐惑我的生命 深信你谦卑的安事 回忆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说想 这样大有能力的主 请和我在手掌心上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道德 但愿当恐惑我的生命 深信你谦卑的安事 回忆我自己的十字架 但愿当恐惑我的生命 深信你谦卑的安事 回忆我自己的十字架 那弟兄弟们 让我们仍然带着敬拜主 爱慕他 等候他的这个心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不管你在教会里 或者是在家里 或者在任何的地方 我们真要在这时刻 仍然是持守同心的 我们更需要抓住 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机会 天父我们要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在这时候 我们要分别 出这一段的时间来敬拜 也许这个礼拜 我们过得怎么样 你都知道 不管是家里面的 很多是学校里面的问题 或者是工作上的 主啊 我们要向你祷告 我们要把这些暂时的放下 因为我们需要 从你领受能力 从你领受智慧 从你领受那圣灵 而来的鼓励 与安慰 我们需要你 在这时候 我们更加的感觉说 我们真的是需要你 变着国家 变着世界 能够真的是看见 这个疫情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小心的时候 主啊 你拯救这地 主啊 你怜悯这地 让我们可以再次的享受自由 这是我们的祷告与心愿 我们也向你祷告仰望 真是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还只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姊妹 想来 可是不敢来 因为看到整个自己的年长的缘故 或者是自己的病情的缘故 我们向你一起求仰望 求你的医治 求你的同在 也一样领导每一个人 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蒙你愿纳 你愿今天 我们更深刻的领受到你的爱 来触摸我们的心 谢谢你 我们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 Amen 让我们同时的站立 我们预备心 我们要来领导今天的经文 最大的诫命 预备来 耶稣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 爱足你的上帝 这是最大的 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也如此 就是要爱灵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 大使命 耶稣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看啊 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代的终结 Amen Amen 各位请坐 我先交给主席 谢谢敬拜在美团 带领我们一起的敬拜 接下来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奉献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 大家准备心来奉献 那 在加的 在线上的 那你们就可以 做 Lang Transfer 或者是做QR Code 这个Transfer Lang Transfer Lang Transfer 好 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要谢谢你 你从年头 从过去 你从来不停止的祝福 在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主你都供应 让我们充足有余 帮助保守着我们 让我们 接下来继续的仰望 继续的来信靠你 主 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 主 我们要为这一切 我们献上感恩 献上金钱 求主你欢喜来圆满 我们靠耶稣基督生命祈求 Amen 来 请坐 欢迎回家 不只是回家 我们要回到新的家 一间新的家 你们可以站起来 跟大家 挥挥手一下 不要握手 但挥挥手一下 好不好 在家的 可以看到吗 我们 也跟一些在online的 也可以跟他们挥挥手一下 虽然我们physically不能够在一起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 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的灵是一起的 好 接下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崇拜的 这边有没有 或者也可以 举起你的手 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吗 有吗 那如果你在线上的话 你也可以 scan一下 那边有一个QR Code 你就scan一下 然后也 让我们知道一下 你是跟我们在一起 这很重要 因为 以便我们知道 跟你有一个脸 怎么方式的联系 那你就填写一下 那你有什么代导事项吗 以便我们也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 为人的需要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个经文 是《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节 听我读话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位阿们 诚信真实的见证者 神创造的根源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冷或热 既然你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 我是富足的 已经费了 已经发了财 依然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 从火中锻炼出来的金子 使你富足 又买百衣穿扇 使你的赤身 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末 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 所以你们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你们门外 后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 我要进到你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起吃饭 把时间交给牧师 帝兄姊妹们平安 你们没有平安的 平安 这个时候要平安 真的是也不容易了 那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疫情的 这种恶化的情况当中 要更加的小心 所以我们在这个星期天呢 我们就大致上分成两个聚会的地方 那在这里崇拜跟楼上的 这个房间的弟兄姊妹呢 就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 那因为我们十一点呢 顶楼的这个父堂呢 需要留给亲子崇拜的家庭来聚会 所以九点这一堂聚会 你从大门进来 从大门出去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老底家的教会 第七个教会 也是最后一个在启示录所讲的这个教会 哇 你说终于要讲完了 听到有点辛苦啊 牧师 因为我们这个耶稣早上骂人啊 是没有错 这个启示录的开头 我们要讲完了 那我要告诉你是比较容易听的部分讲完了 后面还有更多我们很难讲很难听的东西 我们用启示录的这个信息来预备我们面对这个末世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耶稣给这个老底家的信息是什么 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诚信真实的见证者 神创造的根源这样说 阿门的意思呢就是真实的意思 换句话说耶稣在那边宣告他是那一位真实诚信的主宰 他是创造物的主人 他的根源 所以呢 这些听到这个信息的人都要注意 你的主人来找你啦 但这一次的这个信息有一点特别的地方 是什么呢 是耶稣在这里没有肯定只有责备 而且他的责备说他们是不冷不热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五节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既然你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我要从我口中把你拖出去 我相信如果你在教会有一段的时间 你都听过这个字叫不冷不热 对不对 也许你会听的人讲 他啦 他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啦 这个句话不要乱讲喔 而且呢 许多人呢 对于这句话有些误解 他以为耶稣讲啊 不冷不热呢 比冷淡还不好啊 所以呢 既然自己没有办法像其他人这么火热 事奉 那我干脆冷冷的比较好 不要中间不冷不热 我来相信耶稣就好了 我什么都不做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我不参与事奉就没有人可以怪我咯 对吧 我这里我真的要鼓励这些参与事奉的人 你们够敢 因为你站在台上表示呢 别人就会开始做得不好 我会讲你的 所以他们觉得 哎呀 这样子我干脆什么都不要做 反正冷好过不冷不热我就不动 所以有些教会你发现他有很多人 他们的奉献很好很多 可是侍奉的人缺很少 也许很多人就有这样子的心态 我感觉冷冷的比较安全一点 好过不冷不热 那其实这个不冷不热呢 跟老底加成的水质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我们的家庭都有一些必需品对吗 有什么啊 水嘛 对不对 然后电嘛 汽油嘛 对不对 好 假设啦 如果没有水或者是没有电 你比较怕哪一个 怕没有电的举手 有一些啦 这些都是怕电脑不能开 我电视不能开 对不对 怕没有水的 比较怕没有水的举手 哇 你看比较多对不对 哎呀 真的 没有水你很辛苦啊 难怪我们的道远要做水的生意 你们怕的肯定会花钱去买的 老底加城是没有水的城啊 对不起 老底加城是没有水源的城 他们需要从几公里外的一个镇呢 把水引过来 这个当时候的水管现在还在哦 他们是从一个热温泉的地方把水给引过来 那这个热热的温泉呢 经过了几公里的跋涩长途 到了老底加城就变成不冷不热的了 加上呢 里面有一些石灰值的沉淀物呢 造成这个水有点苦啊 所以呢 让人一喝就 不好喝 吐出来 所以整个老底加城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 不能够这样子直接就喝的 可是呢 相比之下呢 怎么样呢 老底加城的北部呢 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西拉玻璃 它有很出名的温泉啊 这个温泉 热热的温泉呢 可以治皮肤病的啊 到现在还在哦 这个是联合国什么世界遗产的之一哦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热热水很出名 很好 因为能够治病 另外一个地方呢 在老底加的南部 叫做哥罗西的地方 这个哥罗西呢 有从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河水 而且这个河水怎么样呢 经过地底的过滤 所以它从地底上来的时候 这个水是怎么样的 又冷又干净 你要记得哦 以前的人有没有冰箱啊 如果夏天很热 你喝得到冰冷的水吗 基本上你喝不到的哦 所以呢 如果你到了哥罗西 太好了 这么热的天 冰凉又干净的泉水 哇 很好 所以哥罗西的冷水也很出名啊 所以热跟冷都很好用 可是偏偏老底加是不冷不热的 又想吐的水 难怪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 他指的就是这两个地方有用的泉水 能够治病或者能够解渴 而老底下的水怎么样呢 不冷不热 喝了想吐没有用处 所以不冷不热基本上 他说止的意思就是不能用 所以记得啊 我不要不冷不热 我就干脆什么都不做冷冷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不能用呢 不是说他们很笨 或者是他们没有用 相反的 这个老底下教会是相当有钱的 相当有能力的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却依靠了他们自己 他们不让耶稣来进到他们的心里掌权 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的话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自身的 换句话说 这个老底下城的教会呢 在这个丰盛当中 他们却滑落了下来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如果人在困苦 贫穷 受苦当中 其实你没有什么可以滑落了的 因为你已经在低谷了嘛 不能再掉了 可是当你是富足的 有余的 你就好像在高处 你有滑落的危险 所以老底下城其实是相当丰富的一个城 第一呢 它是金融中心 它有交通的要道 他们的经济非常的活络 非常的繁盛 而且呢 在六年年代呢 有一个大地震 把城市都摧毁了 老底家城竟然可以不用联邦的支柱 就把自己出钱把城市重建回来了 所以他们很有钱 并且呢 他们还是一个纺织的中心 那他们出产很出名的黑羊毛 白白的羊毛很出名 黑黑的也很好的 所以他们就从这个纺织里面呢 也可以赚了很多钱 还有什么 他们还是有医学院的 所以呢 这个医学中心出产耳油跟眼药 所以呢 这个地方可以说 要什么有什么 对不对 只差没有好水而已 不要记得道远要过去那边一下 虽然他们说他们发了财 他们一样都不缺 可是在耶稣的口中 他却说他们是怎么样呢 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 在耶稣的眼中 他们的心灵就好像破产了那样 有一句话说 穷得只剩下钱 你听得懂吗 他们很有钱 可是什么都没有了 最难怪耶稣说 他们是不冷不热没有用处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人在富足当中容易滑落呢 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 那其实摩西也曾经呢 在旷野警告过那些以色列人 你们到了迦南美地对不对 流奶与蜜的地方对不对 你们那时候就有钱了 你们建造自己的房屋居住 可是那个时候 你要小心你会心高气傲 忘记你的主流 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 真的变成那样 在真言里面呢 有一个很有道理的祷告 虽然它很有道理呢 可是很多人不太想做这个祷告 我们看一下 他说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 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那我相信我们很喜欢的祷告是 主啊 给我不贫穷 给我富有一点吧 那当然我觉得所有的财富是上帝的赐福来的 上帝让一些人是有富有的 因为他也要使用他们 可是我们要很深地了解 富有的人要谦卑顺服主更加不容易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谦卑顺服主 最好不要富有 这是上帝量给大家的 你知道吗 当你越富有呢 越难十一奉献 眼头的人都经过这个问题 以前赚不多奉献十一 没问题啦 七百块而已 当你薪水涨的时候 哎呀 痛一点点还是可以给啦 几千块而已 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赚更多钱 几万块对你来讲十一封 其实越来越不容易的 那因此呢 我们如果看到那些富有 可是又爱主 愿意付出的人呢 我们要肯定他 我真的见到这样子的人 因为他们要如此的爱主又付出 是真的更加不简单的 所以当我们可能生活 如果渐渐变好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 说主啊 帮助我不要因为 有了这一些我就忘记了你啊 另外一种呢 叫做消费者的心态 也可能让一个人从富足当中滑落下来 因为呢 当我们富有了以后 我们的消费能力就更高了 因为呢 当我们富有了以后 我们的消费能力就更高了 我们的消费能力就更高了 我只要写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一个台湾的 我告诉你 我很讨厌这首歌 可是这首歌像魔音穿脑那样子 你听了一次以后 你就不会忘记了的 这首歌像是 那是我有几百万 你认识一下 如果我有一百万 我只要一百万 我要吃什么好料 哎哟 我跟你讲 我听过一次也有 那个拿起 哇 几八百 就跑进去了咯 你看到吗 当我们有钱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花费 其实不一定是很富有的人 才有能力消费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消费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付出的 就期待有很好的回报 这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 世界的运作方式 谁愿意花了钱 却得不到享受咧 没关系啦 我无条件的付出 基本上外面做生意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谁愿意花了 Mu Sang King的钱 却得到了Durian King的东西咧 Kampong King的东西咧 可是我们有时候呢 却也把这样子的 消费主义的心态 怎么样呢 放到 教会里面来 我们什么时候在教会付钱呢 奉献咯 我给钱了 我给了钱我就期待有好的节目 就好像在看电影那样子 要又精彩又好看又好笑 然后呢 教会要解决我的问题 我给钱咧 哇 这个情况之下 我发现教会就变质了 而且有时候人在这样子的心态当中 他也不知道 真的 因为以为说我给的钱多 我就讲话大声一点咯 这个上帝的教会不是这样子运作的 有一次呢 在多几年前呢 这个教会来了一个新的家庭 然后呢 他们来了以后 他就问我说 哎 你们的主日学在哪里啊 我的孩子可以交给谁啊 那我就跟他回 对不起 我们不是用主日学的 我们用亲子崇拜 所以父母亲要带着孩子一起敬拜哦 他们听了真的是中眉头 你知道吗 这这样子啊 那么不方便的啊 结果后来他们就走了 我大概呢 觉得他们 大概他们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够好 这个没有的咩 应该要雇我的孩子的吗 很可惜 我要说 有些时候呢 主日学变成了安静班 主日学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顾我的孩子的啊 他为什么会跌倒 我要说过去当中 我们有许多人做过主日学的老师 我们都尽力地在付出师奉 对不对 请问你有拿钱吗 没有的啊 你们是服务 服侍 对不对 可是呢 人们却把这个 可能当成是教会 该有它的消费方面的服务 那我们真的要为着我们这些 亲子崇拜的这些父母们 来喝彩 感恩 给他们一个鼓掌好不好 这些亲子崇拜的父母们 因为我真的看见你们的成长 你们轮流地带诗歌 做爸爸妈妈的轮流讲信息耶 而且讲得很好哦 更重要的是 他们愿意在家里面呢 安排家庭时光 我告诉你 这是父母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信仰的传承是父母的责任来的 而教会呢 就要装备你们去达到这个上帝的心意 教会绝对不要变成是一种消费的地方 你付钱我就给你很多的服务 这就惨啦 其实教会呢跟家很像的 你们这边做父母的有没有先记账啊 还是喝什么奶粉记下来多少钱 上幼稚园花多少钱记下来 记到他大学毕业就交给他 这是我在你身上的投资啊 多少万多少万啊 记得连本代理还给我啊 如果你打算这样子做的话 我劝你不要啊 我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子做 为什么呢 你是爱你的孩子 你甚至愿你的命都愿意给他 你不会跟他计较 不会跟他计算 你愿意完全地付出 希望你的孩子珍惜你的付出 基本上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是大家一起来建造的 我们有了美美的会堂 不是为了要自己消费享受的 而是我们建立了一下 帮助大家来这里敬拜上帝 帮助我们认识真神 并也透过我们的敬拜跟顺服 把荣耀归给上帝 Amen 让我们一起继续的谦卑地服侍好吗 让我们继续谦卑地去帮助人好吗 也让我们继续不断地回应上帝给我们 这么多的恩典跟富足 所以老底下教会在丰盛当中以为他自己很有能力 那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劝他们呢 他劝他们说 我劝你啊 向我买火中锻炼出来的金子 使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使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磨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换句话说耶稣要告诉他们说 来啊 跟我要这些东西啊 依靠我啊 不是你自以为有的东西跟富足的东西 其实你稍微留意一下 发现这几点呢 就跟老底家城的富足是有关系的 他们有金子 他们有黑毛衣 他们也有眼药 可是这些东西反而拦住了他们来依靠上帝 也就是说你要向我买这个火链当中的金子 这个金子是透过信心的磨炼产生的 是会磨炼我们的品格的 这个是上帝所给我们更加宝贵的金子 你要向我买这个白衣啊 这个白衣是从上帝而来的赦免祂的捷径啊 这个比你所拥有的黑毛衣还更加贵重 你来跟我买眼药 这个眼药能够医治你心灵的眼睛 让你真实有属灵的眼光 而不只是看到你眼前有的东西 基督子妹们 有时候我们的心是相当刚硬的 我们不要耶稣来介入我的决定 我们也不听人的劝告 我决定怎么做的就是这样 以为自己的方式才能够解决问题 可是我告诉你你会越来越痛苦 可能会越来越不快乐 越来越不快乐 我们要向神来呼求 给我你的眼药 让我有属灵真实地看见 给我你的白衣 从你得到的洁净跟饶恕 给我你那经过火炼的金子 让我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 越来越像基督 然后迪迦城为什么会变成不冷不热呢 我想从耶稣的这句话看到 他们是骄傲消费者的心态 可能还有不依靠主 使他们变成了不冷不热 就是因为他们的骄傲 他们这种消费者的心态 还有不依靠主的这种心态呢 让他们从丰富中滑落了下来 他们不是无能 他们不是没有用 他们是不要依靠全能的主啊 在这个丰盛当中滑落的结果呢 肯定就变成是冷淡 变成一个自我中心 自我依靠的一个信徒 这个就像不冷不热的温水呢 不能够被主所使用 要如何地回转 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心 好像充满了这种东西 我们如何地回转 来到神面前 比如说 接下来说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 所以你们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这句经文你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你第一眼看到的东西 就很多时候反映了你内在是什么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是 管教咯 责备咯 我没有知道 有些人为什么他会回转 为什么会所谓的悔改 你知道吗 因为他被抓到了 因为他被抓到了 他被骂了 所以他悔改 好啦好啦我悔改啦 sorry咯 然后呢可能 过了不久心里会想 下一次我要聪明一点 不要被抓到 如果我们的悔改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我们肯定要一直悔改 因为你很讨厌被骂嘛 对不对 但我觉得很重要 这边我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耶稣的疼爱 我们想心里面感受到 祂是这么的在乎我 不要我走错下去 很重要 你悔改的动机 你要调整成 你是要回应耶稣的爱 因为跟亲子关系是很像的 对不对 我们都曾经小孩子过 对不对 不要被打 就不要被抓 那不要被抓到就好了嘛 所以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聪明 对不对 可是我希望你们想到的是 为什么被打 为什么你被骂 因为你的爸妈爱你啊 你因为他们喜欢打你啊 爽不爽 看你不顺利 爽了 不是的 我们都是因为很疼爱他们 我们不希望他们继续犯错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管教你 唯有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 你才能够用热心来回应基督啊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们的心只会越来越刚硬 越来越狡猾 所以耶稣劝告他们要用热 发热心也要悔改 英文说是 把那个热给发出来 而且呢 耶稣不只是疼爱他们 耶稣还一直地守候他们 守候是什么呢 只当你不肯改的时候我等 而不是硬硬把你的头给折下来 有时候我觉得父母有时候管教孩子要小心一点 不认错我打到你认错为止 其实我们就说要等一等 等他心甘情愿 等他愿意开门 耶稣也是如此 下面那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话 他说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为我一起吃饭 这里我们好像听到了耶稣那个敲门的声音 想象一下耶稣是怎样敲门的 是很大力的拍吗 给我出来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惹你的妈妈生气 你会关起门就怎么样啊 我给你他哄到那个门可以倒下来 请问耶稣是怎么敲门 他应该是温柔耐心的在敲门 可以进来吗 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 知道吗 耶稣讲的啊 因为耶稣讲的啊 他们有说 你开门我进去打你 他说你开门我要跟你吃饭 换句话说 他要跟我们团契 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很刚硬说 不要理我 我不要这样子的人 我不要低头 我不要去和解 不要理我 可是耶稣的守候是 他继续地敲门 咕咕咕咕咕 让我进来吧 祂是 祂是这样子的不离不弃的主 祂是那样子的爱我们跟守候我们的主 让我们用热心来回应祂 如此你对基督的爱会加神的 我们感谢主祂赐福每家属方堂 在疫情当中我们可以见祂 但是同时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真的我们不要骄傲 不要忘了祂是赐福的主 继续真的要提醒自己谦卑服侍人 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当中有许多恩赐财干的人 上帝给我们有能力来侍奉祂 那要记得所有侍奉的人 我们要心里面完全地依靠主的 每一次你上台侍奉以前 你要说主啊我交给你 你来充满我 主啊我打开我的门你进来 跟我一起去面对 如此呢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被主所用 而且是热心的人 而当我们如果在迷失中在滑倒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记得上帝仍然以祂的疼爱跟守候在回应我们 祂要我们回转悔改 有时候祂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一些的管教 让我们感受到一些的痛 记得因为祂爱我们 有时候祂等候我们在外面扣门 祂好像在告诉我们祂还在 祂等着进入我们的心里 祂要跟我们一起地有团契一起地吃饭 一起地面对前面很困难的路 这个扣门开门的这件事呢 对于非信徒跟基督徒来说 都是这么样的重要 如果你未曾接受耶稣基督 我要告诉你耶稣也在你的心门外敲门 祂可能愿意与你有团契 你要打开你的门来接受祂 但是可能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门又再关起来 我们是相信可是我们不愿意交托跟依靠祂 我们可能有一些的烦恼 一些的骄傲等等充满了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打开门说 主啊再次进来与我同在 我要违转 我要以热心来回应祂的爱跟守候 在这里我们大概讲完了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请问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 在基督里得圣 那这个七个教会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七个教会讲完以后呢就面对争战了 是很大很血淋淋的争战来的 因为撒旦的恶者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 他要对付我们 我们要如何地得胜 我们要如何地在基督里面得胜 第一个教会告诉我们以赴手教会说 我们要眺望其初的爱 对神 对人的爱 要把它找回来 我们不能够用做事 侍奉来取代了对上帝 对人的爱 第二个呢 是士美拿教会 他告诉这个教会说 你要苦难中要忠心 旺句话说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有受苦的心志 不管接下来面对的日子是如何的 上帝的教会是可能可以受苦的 但是受苦当中你是否愿意忠心呢 我们要做这个决定 死就死吧 又有点像上阵的军队 对不对 我不要死了 你不要去做军队好了 只会你说我可能会死了 没有关系 我保护国家 要死就死吧 我们要有这个受苦的心志 作为兵器 第三个教会告诉我们 别加摩教会 我们与恶的距离 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不会犯很大的错 我知道呢 会有一些小罪啦 是啦小小的 不会犯大错的啦 其实 从圣经我们看到 大罪子离我们一步而已 我们需要很小心谨慎地面对这个末世花花世界 在金钱 在色情 在权力上面 我们要非常地谨慎小心 接下来呢 推亚推拉教会呢 告诉我们 要站稳我们的立场 我们要有智慧 并且荣耀上帝的心志 来站稳立场 而不是呢 与人隔开来站稳立场 在那时候我们就讲了 如何面对 可能是清明节 家人拜过的 这些的祭物 我们是不是可以吃的问题 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 你可以回去听这个信息很重要 然后我们看到说 在撒迪教会呢 是要警醒等候主再来 因为基督信仰 不只是教你怎么做好人 而不只是说 啊 上帝祝福你在世上平平安安啊 基督的信仰很重要 我们要期待主的再来 因为如果一个没有期待主再来 新智的信徒 他的信心是死的 上次我们提到的是敞开的门 这个铁飞教会呢 并不是很有能力 耶稣说他们只有一点力量 可是他们使用对了这个力量 在耶稣的手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耶稣要为他们敞开大门 从耶稣的角度来肯定他们的付出 今天看到的是耶稣在敲门 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末后世代 依靠自己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财物 财干都不能 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说 主啊 你来 你来充满我 以你的爱充满我 以你的手后来感动我 让我的内心再一次地为你而激动 让我的内心再一次有这个火热来毁你那无保留的爱 让我们这七个信息我们记得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胜 而且是在基督里得胜 让我们预备心唱回应诗 我们来在神面前来祷告 我们谢谢美娟姊妹的翻译 主的爱没有保留 主的爱仍然不住地在等候 他已经说了 他是一切创造的根源 他同管万有 他是那个真实诚信的主宰 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如果曾经我们的心是封闭的 记得耶稣在温柔的忍耐的 守候在门外敲门 我们要打开门 让他来掌观我们的生命 成为有用 他所使用祝福别人的人 你从早遇从万物 通关一切所有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你说不像天上云彩 大造永恒过渡 大造永恒过渡 大造双手却感心为我 忍受这固定神 苦痛迷宫一生 不像天上云彩佛 尽多奔弱 神得废我 神厌浑一帅 神经得废我 神这是瘟壮的厌 神经得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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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满面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虔肥的仰视 与起我自己的十指甲 你从遭遇宙万物 通关一切所有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守护着天上云彩 打造永恒过度 但这双手却感心回落 任守护着固定伤苦痛 你共一生傍晚 神节光照全力 但这一战是恶脸 一战是怜悲 我尽快回转向你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说想 这样的有能力的主 尽管我在手上欣赏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满面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虔肥的钥匙 学习我自己的十指甲 再次我们宣告 你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说想 这样哪有能力的主 尽管我在手上欣赏 你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虔肥的钥匙 学习你虔肥的钥匙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虔肥的钥匙 学习我自己的十指甲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那温柔慈爱 守候在我们的生命中 虽然你的责备也是眼力的 你要我们留心听 你要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 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 所面对的漠视 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 主啊我们需要你来引导我们 因为用我们的力量 是无法去面对的 更不用说去胜过 主啊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 你来掌管我们的心中的宝座 在我们的工作中 在我们的家庭中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 在我们的血液中 祝你来掌权 我们每一天要说 我们要倚靠你 我们要寻求你 我们要和你一起 正如你这么期望的 和我们一起那样 谢谢你 你的爱没有改变 你的爱一直存在 你的爱直到永远 感谢主 让我们就在这样子的爱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感恩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鼓掌 感谢这位 爱我们的上帝 不离不弃的主 感谢他 阿们 请坐 非常好的信息 我鼓励大家 真的要好好的去 我们的Facebook 去看一看 再重听一次 然后呢 记得把它 share出去 为什么呢 我们拼不是要拿多少LINE OK 我们是要 真的是要帮助其他人 这么好的信息 我觉得应该去 帮助其他 我们的 要换一个吗 需要换一个吗 换一个LINE Hello OK 那 如果你们有一些的 什么需要的话 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话 那你就赶快scan一下 填上 我们的QR Code 然后填上 以便我们可以知道 你的需要 OK 接下来 这个筹款 我想继续的 不要停的 跟你做教会的 做上帝的 这个Ambissator 去围着我们的教会的需要 这个筹款 OK 这一个呢 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都已经戒了婚了 那 鼓励你们来参与 不是I do 而是你结婚了这么久 你说 I still do 对不对 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我鼓励大家 一起来 有一些可能 我们有一些 没有在教会结婚的 有没有 很多一些couple 可能以前还没信主 还没有在教会结婚的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对不对 你要不要从教会 走进来呢 牵住你老婆的手 这样子 如果要的话 你赶快报名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好像只是给14队罢了 20队喔 现在已经多了 所以如果你有的话 赶快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这个是 是我们洛湾传道的一个 在国外他都有做这个program 就是帮助很多的夫妻 如果可以在我们教会 我们自己教会来主办 是多么的有恩典 大家把握机会 好吧 OK 那MCO呢 CMCO啦 什么RMCO啦 这一大堆的 我们基本上是不鼓励 你们留下来 我们真的很希望是跟你 有很多的交流 但是呢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 就好像刚才前面的一张的时候 有的scan 你可以在里面留言 以便我们在灵里面跟你一起来交流 好吧 OK 那下个星期呢 是我们的牧师 讲到 那是俗天的敬拜 那为着他来祷告 好吧 也为着我们大家一起来 让我们一同起立好吗 我们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 Amen 各位请做我们平安的散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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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